而就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 关东参谋长板源征四郎 发表了关于满盟问题的讲演 他认为1931年将是日军使用武力 进攻东北的最好时机 于是三个月后 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发生了 正在这个时候又产生了9亿霸事变 所以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 军事形势 包括国民党党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1931年9月18日傍晚 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 由铁道守备队炸回沈阳柳条湖附近 日本修筑的南门铁路路轨 并嫁祸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 炮红中国东北军北大营 制造了阵军中外的918事变 19日日军侵占沈阳 又陆续占领成春吉林统地 张学良的参谋长迅速向他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此时张学良正在北平的西园子里看戏 张学良对参谋长表达了不敌坑的态度 张学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还得源于蒋介石的恐龙性命 日本人占领了辽宁 他们到处烧杀强烈 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了无比巨大的伤害 一时间张学良成了大家同事的对象 了解张学良的人都知道 日本人是张学良的杀死仇人 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 是因为蒋介石在幕后的操纵 9月19号以后 那么日本已经占了沈阳 又进一步地侵略东北其他的地方 这个时候蒋介石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他采取的是外交斗争 就是把问题提交给国际联盟 希望国际联盟来组织公道 在日内瓦 南京政府驻国际联盟代表施兆基 立即向国联理事会报告了918事变的情况 要求国联敦促日本立即扯军 但日本代表则声明 双方只是一般冲突 国联无必重视此地方事件 1931年9月20日 张学良在北平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再一次向中外记者强调 我方官明西部中被抵抗 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 也是在这一天 驻扎在朝鲜的日军 开赴中国东北支援关东军 日军数量很快增加到4万人 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全境的计划 已经不言自明 两天以后也就是9月20号 人们才从报纸上得到 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 惊愕之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 首先发表抗日救亡通电 抗议日军的行径和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而在这之前 国民政府一直没有向国人 做出任何解释 面对日军带来的麻烦 原本惆怅满志 覆干剿共的蒋介石 也不得不返回南京 转而解决这场外患 就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第二天 日本人蛮横地拒绝了国联的调查 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 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 24个国家投票 谴责这个日本侵略 那有什么用啊 你投你的票 你做你的决定 我不听你 所以就是讲同时 他如果一个正确做法的话 他应该号召中国军队 中国人民起来抵抗 1931年9月18日至25日 一个星期之内 辽宁吉林三十座城市 相继沦陷 一场即将持续14年的国伤 由此开始 我后人骂我呀 国人骂我呀 我说你骂我呀 九一大事变不抵抗啊 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 我没有错啊 可是你要骂我 是封江大利啊 没把日本的情境看明白 那我承认 2007年 张学良去世后的第五年 学者唐德纲出版了张学良口述的回忆录 在书中张学良说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与蒋介石没有关系 然而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江介石一书中 关于九一八的描述 冯玉祥认定 张学良的不抵抗 只是在执行 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的孔日经历 逐渐显露了出来 郭民党内外一致高呼 蒋介石下言 此时 蒋介石没有了办法 他在权衡了一切之后 他想到了一个人 他立刻找到孔强机 给一个人发去了电报 这个人就是冯玉祥 冯玉祥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孔强机在电报中这样叙述 国内严重 如何办法 请指教 我回调 九一八的握手就是蒋介石 想要向大家认罪下言 然后可以上映 不然我是不同讲谈话的